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EMU 之前介绍厄克德纳的影片中 海克利斯不仅破坏了怪物之母幸福的家庭 还抢走了原属于厄克德纳的光彩 留言区里充斥着关于海克利斯的讨论 大家的声声呼唤我看见了 这部影片我就来专心的介绍 这位伟大的神话英雄 海克利斯 众神与泰坦神族的战争已过去了许多年 但大帝母神盖亚与泰坦神族的后裔 那些龙尾带族 长相恐怖如同怪物的巨人们 仍怀着对众神的恨意存在这世界上 且有一道古老的神域这样告诫着众神 如果没有人类与众神并肩作战 众神再强大人无法杀死巨人 这让宙斯非常的忧虑 为了避免众神与人类世界的毁灭 宙斯决定下凡去做一件他擅长的事 他带着神圣的使命与一颗虔诚恭敬的心 化身为迪比斯王安非特律翁 与安非特律翁的妻子 英雄帕修斯的孙女 也就是宙斯的真孙女 艾克美娜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 宙斯愉快地达成任务后 便现出原形 艾克美娜知道真相后也不敢多说 刚从战场回来的安非特律翁绿光照顶 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当夜继续与艾克美娜翻圆覆雨 这让艾克美娜成功怀上了一对双胞胎 那有着宙斯血统的孩子 便是海克利士 宙斯回到奥林帕斯山 开心地与众神宣布有战胜巨人的办法了 龙兴大悦的宙斯还加码发下神域 这一次出生的帕修斯后裔 将成为统治万民的自尊国王 神后希腊得知宙斯的办法是和别的女人乱搞后 出意大发 他嫉妒艾克美娜也憎恨海克利斯 希腊刻意让也有着帕修斯血统的欧里斯修士先一步出生 于是欧里斯修士日后便成为了麦希尼的国王 埃克美娜生下海克利斯后 因害怕会招致希腊嫉妒心的报复 便将刚出生的海克利斯抛弃在田野中 宙斯知道此事后便招来雅典娜 雅典娜在宙斯的示意下 带着希腊到那片田野旁散步 雅典娜看到海克利斯后便将他抱起 并刻意对希腊说他还没生过孩子 没有奶水 要希腊帮忙喂喂这可怜的婴儿 希腊不宜有诈 并用神圣的乳汁补育了海克利斯 海克利斯吸损的力道实在太大 希腊忍受不了疼痛并将海克利斯推开 一股奶水洒向天际 化作一道银河 这也是为什么银河被称为 Milky Way的典故 海克利斯也因为喝了希腊的奶水 从此拥有了永恒的生命 雅典娜完成了宙斯交付的任务 他笑眯眯的将海克利斯交房给埃克美娜 并叮嘱埃克美娜要好好把孩子抚养长大 此事过后希腊对海克利斯更加厌恶 他一心想杀死海克利斯这个孽种 希腊命令两条毒蛇前进海克利斯的摇篮 当毒蛇猛力的缠住海克利斯的脖子时 海克利斯非但不害怕 还跟毒蛇玩了起来 最后不小心用力过猛 掐死了毒蛇 安菲特律翁见识到海克利斯的神力后相当惊讶 看出了海克利斯并不是一般的孩子 也意识到自己好像有些绿光照顶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安菲特律翁招来了先知 先知告诉安菲特律翁 这孩子拥有永恒的生命 将杀入海中路上的许多怪物 会成为世人歌颂的伟大英雄 在得知海克利斯高贵的命运后 安菲特律翁便聘请来各领域的伟大人物 让他们亲自教导海克利斯 让海克利斯能在良好的教育下 具备一位英雄该有的能力与素养 海克利斯在武艺上的表现非常杰出 但在文艺的造诣上就显得有些迟钝 海克利斯的里拉琴导师 李诺斯 是一位缺乏耐心的音乐大师 某天 李诺斯在教学过程中情绪失控 痛打了学艺不经的海克利斯 正处在叛逆期的海克利斯也突然恼怒 冲动之下便拿起里拉琴往老师头上砸去 海克利斯天生神力 李诺斯当场毕命 冷静后的海克利斯相当悔恨 他立刻前往法庭自首 愿接受一切审判 但法官厘清事件经过后不仅免了他的罪 还特别新增了一条法律 因自卫而自仁于死者 可或判无罪 虽然海克利斯被无罪释放 但安菲特律翁 担心处在叛逆期的海克利斯 会再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而犯错 为避免悲剧重演 安菲特律翁决定让海克利斯 去乡下放牧 在放牧的几年时间里 海克利斯长出了一副魁梧的身材 19岁时便开始了他的英雄作为 他杀死了作恶的狮子 赶走了恶名昭彰的强盗 甚至还协助迪比斯人打败了敌国 迪比斯国王克瑞翁为了答谢海克利斯 便将女儿墨加拉许配给他 他们育有三个孩子 魂银幸福美满 身为宙斯的狮身子 众神对海克利斯也有着特别的照顾 海克利斯得到了许多凡人无法拥有的神器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需要海克利斯报答众神的机会 很快就出现了 大帝母神盖亚集结的巨人 试图用狂躁的原始力量 熄灭奥林帕斯山的圣火 巨人族的叛变让世界再次陷入混乱 宙斯看到巨人族的反抗 也立即召集众神到奥林帕斯山上迎战 愤怒的宙斯要求众神全力应战 扬言要送还盖亚 一具又一具的尸体 众神的怒火 巨人族根本无力招架 但如同古老的神域所言 没有人类并肩作战 众神再强大也无法杀死巨人 死去的巨人只要接触到地面就会复活 无尽的循环让众神筋疲力竭 就在这时候 那个传说的男人 海克利斯 终于来到了奥林帕斯山 海克利斯登场后 巨人便丧失了复活能力 众神有了海克利斯这个神队友的助攻 很快就占了上风 大败巨人族 神力再一次压制了大地的蛮力 此战过后 泰坦族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力量 海克利斯帮助众神战胜了巨人 天神们对这位半神英雄有了更深的好感 希拉看到海克利斯风光无限的样子 内心的嫉妒之火彻底被点燃 海克利斯的悲剧也就此上演 希拉说死疯狂女神将海克利斯逼疯 疯狂的海克利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看成怪物 可怜的三个孩子因此遭到无情的痛打 墨加拉公主健壮赶紧上前保护孩子 也被发疯的海克利斯一病打死 海克利斯清醒后 发现深爱的家人竟都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 他感受到巨大的震惊与悲痛 难以接受 海克利斯抱起家人们的尸体痛哭 誓言要抓到凶手 为妻儿报仇 安菲特律翁在旁目睹了整个过程 为了让海克利斯看清现状重新振作 他还是决定将残酷的真相告诉海克利斯 海克利斯听完后认住了 他默然的看着自己双手的鲜血 这一刻 他的世界彻底的崩塌了 他觉得自己不配活在这世界上 一心求死 但经过养父与好友苦口婆仙的开导 海克利斯逐渐接受了现实 他知道自己还不能死 他要忍耐并为此去赎罪 海克利斯为了得到赎罪的办法 特地前往了特尔斐神殿 请求神谕 神殿的女祭司告诉海克利斯 他必须前往麦西尼 顺从国王欧里斯修士的一切差遣 完成所有的要求后 便能洗清罪孽 这道奇怪的神谕 当然是希拉的诡计 在希拉的刻意安排下 欧里斯修士所给出的任务 简直难如登天 那些任务就算让天神来做也几乎不可能完成 任务的内容不仅凶险 还犹如英雄尊严 摆明了要给海克利斯难堪 但海克利斯一心只想赎罪 再张再危险的任务 他都愿意去做 海克利斯最后一共完成了12项任务 这些任务被称为12项伟业 也被称为海克利斯的12项苦差 在俄克德纳那部影片中 有稍微带到一些内容 海克利斯执行这些任务的经历相当精彩 值得单独制作一集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里我们先简略的带过 这12项伟业分别为 1.杀死黎米亚巨师 2.杀死勒拿九头蛇海卓拉 3.申请凯利尼亚山上的赤聘路 4.捕捉恶律曼托斯的大野猪 5.侵袭奥格亚斯的牛棚 6.杀死斯丁巴罗斯湖的怪鸟 7.制服克里特岛的公牛 8.带回国王戴欧米德斯的食人马 9.夺取亚马逊女王西伯里特的腰带 10.牵回格律翁的牛群 11.栽取金苹果 12.活作地狱犬克尔伯洛斯 当海克利斯完成了以上12项任务后 国王欧里斯修士已经完全的相信 要戳掉宙斯这个私生子 根本是不可能的 于是还给了海克利斯自由 洗清最腻的海克利斯 终于过回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希拉并没有就此放过海克利斯 他再次让海克利斯陷入疯狂 失去理智的海克利斯 这一次杀死了自己的好友 海克利斯因此被判处了三年的刑期 他被派去充当利迪亚女王安法利的奴隶三年 海克利斯的奴隶身份 完全无法遮盖他那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 安法利也无法掩饰自己对海克利斯的崇拜 于是他们的关系逐渐由主仆升华为情人 海克利斯服刑的这三年时间里性情大变 完美的扮演了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 他穿上了女人的衣服 用曾经驯服巨兽的手织布 成立在安逸生活里的海克利斯 变得重欲又懦弱 好在随着服刑期满的日子破镜 海克利斯身上的英雄之血重新开始沸腾 他再次恢复了他高贵矜持的样子 服刑期满便离开了女王 继续他的英雄日常 四处旅行打怪的海克利斯 旅程途中经过了艾托利亚 此次艾托利亚正好在举办比武大赛 只要在比武大赛中取得最后胜利 就能取得美丽的公主 戴安妮拉 海克利斯在旅行途中 也听了不少关于这位公主美貌的传言 这种能一清方泽的好机会 按理来说应该会吸引到许多勇士的尝试 但奇怪的是 实际报名的参赛者只有一位 原来 那位参赛者的来头可不小 他是能变身毒蛇公牛的河神 阿克洛尔斯 海克利斯在亲眼看见公主的美貌后 内心也开始不受控的小鹿乱撞 且得知公主因担心嫁给河神那样的怪物 每日以泪洗面 在悲痛与绝望中度日 这更坚定了海克利斯拯救美人的决心 于是他报名参赛向河神发出挑战 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 河神当然不会是海克利斯的对手 海克利斯轻松抱得美人归 残酷的是 每当幸福降临在海克利斯身上 不好的事总会紧接而至 大家都知道海克利斯拥有不可思议的怪力 但谁也没想到 海克利斯连洗个手也能洗出人命 他不小心杀死了地水给他洗手的小势 海克利斯再一次的失手杀人 这一次他放弃了自首 他累了 他选择带着妻子踏上逃亡之路 逃亡的路上 他们被一条汹涌的大河挡住了去路 渡河对海克利斯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但对妻子来说那是九死一生 凶险万分 这时半人马尼索斯突然出现 表示愿意提供他们渡河的帮助 于是海克利斯便让半人马背着妻子过河 半人马生性好色 戴安妮拉的美貌更是让尼索斯惊叹 欲火攻心的尼索斯最终仍把持不住自己 过河过到一半 便开始强吻并拥抱戴安妮拉 海克利斯听到妻子的大声呼救后转过头 见看到尼索斯正在欺辱自己的妻子 这让海克利斯怒不可遏 他立即搭建社区 尼索斯中了毒箭后恢复了神志 用最后的力气 将戴安妮拉送过河 上岸后 尼索斯以奄奄一息 临死前他向戴安妮拉表示 他身上那件燃血的上衣有着神奇的魔力 是能够让变性的丈夫回心转意的宝物 这件衣服就送给他当作赔罪的礼物 天真的戴安妮拉不宜有他 偷偷的收下那件燃血的上衣 此举为海克利斯之死 埋下了伏笔 不久后的某天 远征回来的海克利斯 决定在俄卡利亚多逗留几天的时间 他打算在当地向众神献上祭礼 这件极为单纯的事竟被吃瓜群众拿来造谣 海克利斯爱上当地公主的谣言 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传到了戴安妮拉的耳里 但安妮拉真以为海克利斯变心了 他赶紧让加成将你所食的那件上衣送去 海克利斯接过妻子这爱的礼物 高兴得像个孩子 毫不犹豫的便穿上了 衣服刚刚穿上 海克利斯就感到异常的剧痛 接触衣服的每一寸肌肤都像被火烧一样 他试图去扯下衣服 却发现衣服已与血肉紧紧相连 他用力去撕 撕下的却是一层层的皮肉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所食不下的局 海卓拉的剧毒混合你所食的诅咒之血 那件上衣不是宝物 而是一件恶毒的礼物 目的就是要海克利斯在极端的痛苦下死去 海克利斯浑身是血 被毒液腐蚀的血肉 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剥落 无止境的疼痛让海克利斯彻底失去了活力 他谴求人们为他竹起火葬堆 并将他安置在火葬堆上 当一切准备就绪 却迟迟没有人前去点火 所有人都围绕着火葬堆哭泣 人们不舍这位伟大的英雄即将离去 在火葬堆被燃起的同时 天空也开始雷声大作 没过多久 一道闪电突然降下 不偏不倚的打在了火葬堆上 众人赶紧上前查看 却发现海克利斯的尸体已消失无踪 从此人们开始相信 海克利斯已化为了天神 那道闪电 的确将海克利斯接到了奥林帕斯山 雅典娜亲自接待了这位英雄 经过一连串残酷的考验与磨难 海克利斯获得了希拉的认可 两人达成和解 希拉将自己的女儿 青春女神希比 嫁给了海克利斯 海克利斯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由于神后希拉的嫉妒 海克利斯承受了凡人难以理解的苦痛 却也让海克利斯创造了无人能及的巨大成就 正面一点思考 毫无疑问的 没有希拉也就没有海克利斯的伟大 这种海克利斯的名字上就能看出端倪 海克利斯 这边上的原意就是 希拉的荣耀 但希拉也只是设下了考验 让海克利斯成为不朽传奇的关键 主要还是来自他的选择 年轻时的海克利斯 遇到了维纳斯与雅典娜 两位女神提供给他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 维纳斯要赐给海克利斯的 是一段简单快乐 且一时无余的人生 而雅典娜想要指引海克利斯的 则是一段痛苦艰辛 却充满光荣的道路 海克利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自信 他的力量真实的来自于他内心的强大 成为天神以前的海克利斯 就已经是怪物的梦业 众神于人类的救星 成为天神后的海克利斯 我想应该是直接单齐了守护整个宇宙和平的重任了